第一届全国擦玻璃大赛 今天中午在北市文山区热闹展开 吸引各路专业的清洁人员都请来参加 大家为的不是冠军的头衔跟奖金 更希望用专业来翻转大家对清洁产业的刻板印象 想让大家知道清洁人员也可以很专业很厉害 快速按下计时钮 参赛者一个转头 右手例如往玻璃上涂抹泡泡 左手上的刮刀时刻standby 就等step1完成 立刻滑向镜面 玻璃瞬间干净溜溜 一连三片大玻璃 不只要挑战清洁能力 更要来比快 30秒时间中了 专家拿起手电筒 交吃仔细比对 水滴不能有刮痕留多少 因为这些小瑕疵可都是会扣分的 腼腆笑摇摇头 下一位参赛者登场 刮除水字手法相当华丽 转了又转 拨痕太紧张 好像有点小失误 全国第一届玻璃清洁大赛 选手们拿出看家本领 比的可是转业技巧 有很多人在这一个产业 默默辛苦的工作 刚开始的图温宝 到后来去追求一个 工序工法工艺上面的一个极致 这位参赛者激战将棋一个多小时 冠军出炉10万元到手 感谢工会给我们这个机会 恭喜赛区来我们一个比较专业 热热专研清洁手法 希望能把这个产业发扬光大 航行出状元 清洁人员也可以很厉害 就台北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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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